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谁愿前往 丞相 张良愿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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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将军卫武 来 进去卫武 来 下去卫武 驾 云长 可愿前往 好 会娇 Dann 就死了 会死了 灰暖子 灰暖子 回去她就死了 救 mysteries 怎么琪 这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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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将军死了 兄弟 给我撤啊 杀 杀 杀 起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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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展 等等 容我说一句话 再杀不迟 如何 这曹操最担心的 就是我协助民工 所以 又云长 诛杀了炎梁文仇 想借民工之手 把我杀了 我只是心寒 这河北之大 竟无一人 替我辩解深渊 闲仙使我蒙受害贤之名啊 快快松马 民工坤大臣 无以为报 民工 我这就 势力心腹 连夜送书信 给云长 云长知道我的事情之后 便会连夜赶来 协助民工 供诛草贼 好啊 若能得云长 圣炎梁文仇十倍 圣炎梁文仇十倍 二人 尽力心腹 刯手 护驾 护驾 快护驾 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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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 你干嘛 快走 站住 别跑 快追 追 站住 你拉我去哪儿啊 走 快追 这边 你干什么呀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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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谁让你搂着我的 你是谁啊 我刚才救了你 多管闲事 你到底是谁啊 我叫恩人 恩人 你姓恩吗 当然 你要是愿意叫我恩公 我也不介意 少臭美 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 手里竟然扛着一把大刀片子 和你这模样还真是不搭 你懂什么样 什么大刀片 我告诉你 这刀可厉害了 最好离远点 那我问你 从谁那儿学的刀法 关云长 你关而已 关云长 关云长能交出你这样的徒弟 多少有些汗颜吗 你给我闭嘴 要不是袁绍使诈 他早就成了我的刀下魂了 那你说一说 你为什么要刺杀袁绍 你管不着 贵姓 贵宝初 不告诉你 幽州公孙 你怎么知道 我不仅知道你姓什么 我还知道你叫公孙宝月 名如其人 就是块儿宝 你给我站住 你别跑呀 你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我叫公孙宝月的 问你话呢 听见没有 这块手绢是你的吧 上面还绣了你的名字 你救人就救人 还偷别人东西 关给我 全当是我救你命的谢礼 这块手绢我留下来 你把手绢还给我 听见没有 少主 少主 我知道了 回去再说 你别走啊 小姐 这烧饼我买回来了 你跑哪儿去啊 还什么烧饼啊 快去追那个男的 好 将军 有人称是您的故人 前来拜访 故人 挺进来 诺 关将军 你是谁 为何称是我的故人 将军不必细问 您看书信就知道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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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冤枉冤长了 非我不欲寻凶 怎奈不知凶之所在 弟 怎么可能图富贵 而被新旧萌呢 将军既然不敢被其救 就应当速去与主公相见哪 人 生于天地之间 五中十者 非君在也 我来时明白 去世何尝不明白 谨先修书一封 随后便是否二位 嫂嫂前去 若曹操不允呢 既然已知大哥下落 就算是岛山火海 也难足我与大哥相见之心 如果曹操不远 我宁愿死去 也不肯久留于此 好 既然如此 劳烦将军回书一封 让我带回去与主公 好 好 丞相知道我要来慈禧 是有意回避我不见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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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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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云长执意要走 丞相 云长他心知口快 句句说在妙处 我无可反驳啊 会是当初不该答应于他 丞相 若无当初之约 云长他怎肯留下 这正是我为难之处 要云长走 实在可惜 若亚强留 云长定然不肯 孟元 你先下去吧 我自有己留之 你先进去 快去报之章辽将军 说关于有急事要求见 诺 关将军 张将军身体不适 恕不见客 你可说是我关羽要见 小人如实回禀 张将军病重 不能起身 张辽也回避我 这肯定是曹丞相 不肯让我离去的缘故 我去意已决 岂能在此一再停留 驾 牵着下辟尸首 所请三世 以蒙恩诺 今探着吾兄陷在袁绍军中 回思昔日之蒙 岂容违背 心恩随后 旧意难忘 丞相 刚刚有人送来云长的新笔书信 请您过目 丞相待我一礼 伪实令我终身难以回报 我也不忍采用这种方式离去 乃何丞相 日日拒我于府门之外 丞相的一片爱意 我已铭记于心 来日定有报答之时 何事 丞相 这是何物 这是官将军交给小人的教策 是丞相 昔日封赏官将军的金银裁剑 以封存 婢女识人应举内侍 汉寿亭侯封印 所拨随从 官将军军未带走 只带袁随从 即随身行礼 出北门而去了 丞相 采阳愿领铁骑三斤 去生擒官宇 谢于丞相 请丞相架令 不忘雇主来去明白 真丈夫也 尔等都应孝鹏于他 丞相 真的就让他去了 你先退下 不得追赶 丞相对官宇恩身 今日他不辞而去 且胡言乱语 冒失君威 他的罪不可谓不大 若让他到了袁绍处 无异于如虎天意 不如追杀 以绝后患 不可 昔日我云他三世 岂能食言而匪 亦是各位其主 不得再提 不愿 丞相 云场 逢金挂矣 财物 不能动摇其心 绝路 不能汉摇其智 这样的人 我深感敬佩 我想他必去不远 闻元 你先请出他 待我与之相送 路费紧抛 赠予他 留一个纪念吧 你确定是这儿吗 确定得很 身份都查清楚了 我使了银子 跟这儿的主犯婆 已经打听清楚了 绝对错不了 好 走吧 你们是 我叫公孙宝月 承蒙你家少主相邀 前来做客 是他们 真是你啊 怎么找到这儿的 不光你有本事 我不但知道你住的地方 我还查出了你的底细 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竟然是西凉太守 马腾之子 人称锦马超 马孟琪 真不简单啊 那是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 还望恩人孝纳 这礼物 看起来实在是不薄 公孙小姐此次前来 应该不是报我上次 救命之恩的 我说的对不对 你的聪明都写在脸上了 真是让人不知所措 说吧 有什么事情 这驿馆上下 全都是我的亲信 你就说吧 那好 我就直说了 你既然知道我是谁 你应该知道 我为何要杀允绍 杀父之仇 没错 我想问你 你从西凉来到中原 目的为何 这恐怕就不好说了吧 难道 马侯要与袁绍结盟 实不相瞒 这原本处确实多次派出使节 前往我西凉向我父侯示好 只是我父侯 因为当时诸侯联盟遭董吕瓦解 才心生疑虑 何况 更何况袁绍此人背信弃异 满腹野心之人 跟他合作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这一点我西凉人自是心中有数的 所以父侯此次才派我前来 以回法为由 一探究竟 那好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什么 你给我 两个选择 没错 一个复杂 一个简单 那先说说简单的 既然你是西凉使者 要想见袁绍并非男士 带我混进他的官邸 让我一剑削了那个狗贼的脑袋 这我恐怕帮不了你 那就只有复杂的了 怎么个复杂法 带我去见你的父侯 见我父侯做什么 我要向马侯借百万雄狮 新兵桃源 踏平济州 我说公孙小姐 你这想法也太天真了吧 你确定这些方法 都是用脑子想出来的 你知道我报仇心切 咱俩现在也算是朋友了吧 你难道不帮我 可你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啊 你说 一个拿着大刀片子 满街跑的丫头 张口就要跟我父亲 借百万雄狮 这怎么可能 你说谁是丫头呢 难道这西凉兵马不够 不够数 那少点也行啊 我马超实在没工夫 跟你玩这些儿戏 借个兵怎么这么难啊 你找别人借去 送客 我找谁啊 找你师父啊 你师父 现如今身在曹营 那也是呼风唤雨 不可一世 关云长 驾 驾 大哥啊 你真的不考虑前往济州 与刘皇叔会合吗 我仔细地想过了 袁绍这个人心胸狭隘 我此前在公孙赛营下 于盘河之战杀了他不少将 难免建立仇恨 刘皇叔已经投奔袁绍了 有刘皇叔在 想避难袁绍 也不会为难我们了 刘皇叔的处境尚且不知 若我们贸然前去 袁绍又不肯真心接纳 定会让刘皇叔为难 甚至拖累了他 这长山去不了 现在济州也去不了 难不成 我们要四处奔波吗 水晶先生提醒 可考虑去荆州 我们还是听他的吧 水晶先生这么质疑 自然有他的道理 毕竟荆州刘表与刘皇叔 乃宗亲足备 日后 总有相互提携的机会 我到了荆州 见到刘皇叔的可能性 就更大了 我们这卧牛山来贵客了 这四个人应该是从许多方向前来 马背上有不少行囊 肯定能捞到不少油水 哇 咱这这么长时间病慌马乱的 也该尽点油水了 三娘 我不要打伞 谢谢你啊 就我 三娘 这到白天都打伞干什么 遮日光啊 你以为我这么白是天生的 你白 你白能比得上前面的男子牵着的白马吗 这匹马健康结实 很适合我 这个穿着银甲的男子英俊结实 适合我 那中间那俩女的就留给我了 那后面那个男的呢 活烤 分配完毕动手吧 怎么这是 不要拿你的鼻子 跟我的拳头对抗好吗 我们不是已经分配好了吗 现在不动手 等待何时 我是看出来了 你是怕我们打不过是吧 我不是怕打不过 打散了很麻烦 三娘 你赶快朝小鹿去村里 好生款待着刺猬 到天黑了 我们再把他们 一网打尽 这是什么地方 竟然如此破败 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难道 是个空村子 就好生虚 小伯儿 你敢打我 叫我 你敢打我 站住 信不信我打你屁股 敢打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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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朋友 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你们是坏蛋 我要消灭你们 臭小子 放开我 别打我孩子了 别打我孩子了 求求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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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伤害我的孩子 求你们了 大嫂 我们不是坏人 起来 谢谢两位大爷 谢谢两位小姐 他为什么认为 骑马的都是坏人 你们有所不知 这里山贼横行 各家各户无一幸免 难怪 这村子看起来 如此萧条 那为何不报官 让官府的人来处理啊 你们是不知道 那山贼有多凶狠 官府拿客来趟这趟浑水 倒是这县里 新来了一个县官 三天两头来 我们镇上征收粮食 征收冰丁 我们这日子 真是越来越 没法过了 岂有此理 这还有王法吗 我先走了 几位好自为之 哎哟 四位客官想必是突进此处吧 啊 不知客官是要去哪里呀 哎哟 客官对我呀 也不用心存戒备 这里的人呢 都叫我许三娘 我看着天色已晚 几位又都不是本地人 就特意过来打一声招呼 顺便提醒一下各位 过了这个村呢 怕是到了天黑 也找不到一个 可以落小的客栈了 所以三娘特意过来 提醒一下各位 不妨跟我去客栈留宿一晚啊 子龙 你看如何 我们都走了这么长的路了 对啊大哥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歇息一下 正好这肚子也饿了 这位姑娘想必也累了吧 没关系 这吃饭睡觉可都是大事 怎么能没关系呢 跟我走吧 老木 来客人啦 几位客官里边请 几位客官里边请 快快快快快 来 快坐快坐快坐 这店的环境还不错啊 老木 你去帮客官们收拾一下客房 行嘞 你们是不是也饿了 要点吃的吧 几位客官想吃点什么呀 你们店里都有什么呀 客官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嗯 白斩鸡可有 有 嗯 清蒸鱼可有 有 哎 哎 酱牛肉有吗 也有 好好 那再来一坛女儿红 吃饱了喝足了 好睡觉 你看 你看 几位客官稍等一下 好酒好菜 马上就来 哎 我觉得咱们这回来对地方了 我看未必 你 子龙 你别这么紧张兮兮的行吗 不觉得奇怪吗 整个村落 残破萧条 为什么这家客栈 应有尽有呢 那既然是客栈 实材充足 总是应该的吧 山贼打劫 官府可口 百姓无一性命 凭什么这家客栈 就得天独厚 可是这子龙哥说的有道理 哎 对对对对 总之 咱们小心一点也就是了 你们先歇着 我四处看一看 嗯 客官可是要去茅厕 里面又转就是 来 这客栈怎么这般撩草书 看着并不像是长期经营的 好 各位客官请慢用 哎哎哎哎哎 且慢且慢 吃饭呢 你且慢什么呀 就知道吃 难道你忘了刚才子龙哥提醒过我们什么了 哎呦 放心吧 我是那种不谨慎的人吗 其实呢 我早有准备 有事没事 一事便知 哎 哎哎哎 哎哎哎 没事啊 你看 哎 哎 哎 不知道这里的饭菜 是否和您的心意呀 满意 合适 哎呀 好 您这都还没吃呢 就已经感觉到满意了 我看 真正吃了的 怕是只有这根银针了 我倒是要问问这根银针了 您满不满意呀 嗯 嗯 老板娘 你别误会 我们呢 没别的意思 那没别的意思都已经这样了 那要是有别的意思 还指不定怎么样呢 哎 老板娘不好意思 我们行走江湖 谨慎喜好 对老板娘 你你误会了 说的对 江湖凶险理应小心 与其用银针试毒 倒不如我亲自吃了 给你们瞧一瞧 要死 我也是第一个 嗯 怎么样啊客官 您现在满意了吗 嗯 满意 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老板娘 老板娘 你为人这么爽快 我们还这么怀疑您 真的是不应当 嗯 要不然 咱们就直接吃吧 吃不是啊 来来来 老板娘 不好意思我们失礼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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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慢点啊 就知道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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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头怎么这么晕啊 是啊 怎么那么晕呢 老本娘 老本娘 这菜 这菜 在韭菜里面下毒 那多浪费啊 我就不能在筷子上抹毒啊 跟我斗 盐 好 快走 快 你 你 走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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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告诉你 我这匹白马 不是儿等能驾驭得了的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下 干了干了干了 来来来来 吃吃吃 喝 好东西啊 来 来 吃啊 快吃啊 吃吃吃 你们给我弄了个啥呀这是 这玩意儿 有点意思 白鸟嘲凤枪 这名字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 走一呗 走一呗 该不会是 盘河之战把文丑打得哇哇叫得神气吧 什么鸟什么嘲 你说什么呢 哎呀 我怎么那么倒霉 如果正是白鸟嘲凤枪 我们结的 可是名声显和的赵子龙 赵子龙 吃啊